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各位益友 由於我今早早和下午的時候 精神都不太好 所以一直都沒有放片上網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這一節我們就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林鄭的管治班子還有一年已經是任滿 但仍然出現了非常之重大的人事變動 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被免職 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做政務司司長 原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升任保安局局長 這個人事變動很明顯已經反映出 警政系統或國安系統 將會成為了特區管治班子的主組 而且這個不單止是我說的 連麥美娟議員被記者問到 會不會認為香港已經變成了警察社會 所謂的警察社會 麥美娟怎麼回答呢 他就完全不畏言 他還反問記者 如果是警察社會的警察社會 如果是警察社會的警察社會 他還說 李家超可以有助於解決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 在未來這一屆的特區政府來說 不只是說這一年 其實未來這一屆 整個管治路線和基調已經定了 就是以鬥爭作為基調 這個太明顯了 因為李家超本身就是一個 善於鬥爭的人 他剛剛才說 將平瓜布鬥倒了 那頭就說升官了 當然我相信 他被升官這個決定 上面一早就已經拍了 至於李家超做政務司司長 究竟是一個看守任期 還是會延續到下一屆的特區政府 我相信延續到下一屆的機會 就比較大 如果只是提拔他 做了一年半載的時間 就沒有什麼意義 而且李家超在大陸的眼中 一定是一個執行力非常之強的人 坦白說 所有做問責官員的人 僅如自由意志都沒有什麼 但是來說 他們唯一的區別就是 究竟在執行的力度方面 鬆緊的問題 以往來說 過去兩次行政長官選舉 一次是唐英連對梁振英 一次是曾俊華對林鄭 兩次上邊都是選擇一些相對鷹派的人物 那些性格比較臨善些 或者在處事上比較圓滑些 上面一律都不選擇 有一些比較依靠一些 甚至乎 處事比較堅定一些 那時候唐英連爆過梁振英在行政會議裡說 要用防部隊和催淚彈來對付示威的群眾 林鄭又宣稱自己好打得 上邊是專挑選這些人 過去一直都是這樣 而且在現在來說 更甚 本來HK01曾經傳出過 說聶德權有機會問頂這個政務司 那外面當然知道 HK01是擺了烏龍 現在就是由李家超去做的 那有沒有一個可能 就是說 其實林鄭本身是推薦聶德權去做的 但是上邊就決定了由李家超去做呢? 那我也覺得不奇怪 因為 就算放這兩個人在大陸面前 他一定就會選李家超 不會選聶德權 雖然這兩個人來說 他都沒有什麼緊餘的自由意志 他都是做執行的 問題就是聶德權在執行方面 他事實上就是比較軟一些 你只是看他谷針就知道 如果由李家超去負責谷針的 他分分鐘去仿效菲律賓的杜特爾特也不奇怪 所以 大陸就一定是偏向 他們傾重於一些執行力比較強的 就不是說那些比較軟一些的人 一向大陸都不喜歡那些人 好了 那現在由李家超來做 其實呢 接下來幾年就不僅說那些反對派會出事 因為反對派現在都很多掃蕩都七七八八 政界就已經是掃清了 媒體方面 好說不好聽到樹倒胡宣散了 其他那些僅餘的媒體影響力很有限 好了 至於下一步 到底那個矛頭會指向哪呢 我相信在接下來幾年 就不僅是說那些被泛民的支持者 或者黃絲所盤踞的專業界別 是會被整頓 或者被縮清 例如是教育界 法律界 會計界 資訊科技界等等 因為動這些界別不用動那麼久 好了 到最後呢 我相信就會動那些既的利益集團 其實大陸就想動很久了 奈何來講過去呢 就沒有這樣的契機來動 將來來講 當這些反對派別 全部都掃光了的時候 就輪到那些既得利益者 當然很多的 盤踞著在香港幾座大山 其中一個就是地產商 我相信那些界別的人士 其實自己都應該是 感覺到有這個傾向 比如說那些鄉事派等等 其實 好話不要聽 叫做覆巢之下 焉有元論 就是這樣 好了 屈永賢寫了一篇文章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這個政務司司長 是十八萬公務員之首 政府內部 黃人騙地 容官騙野 捉不盡斬不圓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將領頭羊斬殺 誰再造反 誰再苟且 下場淚堂 他這裏可能就是 是說張建宗被免職的事情 而且 他都說得明白 即是說 做得這個政務司司長 一定要耗用鬥狠才升任 即是說 預告將來的幾年 就會以鬥爭作為一個基調 我相信會是這樣 好了 現在由李家超 做了這個政務司司長 也反映到AO黨 全面失勢 劉兆佳說了一件事 他說 由政務官 壟斷政府主要職位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當然 李家超就是一個表表者 在97之後 歷經了八任的政務司司長 由陳芳安生開始到現在李家超 八個人裏面有六個都是由政務官 由AO出身的 只有兩個不是 一個是唐英年 一個是李家超 但是唐英年在做這個政務司司長 以前 其實他都做過其他的局長 他好像做過這個 經濟科技局的局長 他又做過財政司司長 這樣 好了 他又做了這個政務司司長 後來他就想問頂特首 失敗了 大陸不選他 現在這個李家超司長 其實他一直以來 都是做警察 以前做督察 他從中學畢業以後 就去做督察 然後他又不知如何讀本科 我現在看到他的履歷 在澳洲一間大學裡面 是拿到一個公共行政的學位 碩士學位 其實就是他在職以後 去進修讀回頭的 就不是說他一早已經是大學畢業去做官 而且他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在警政系統裡面 好了 到他做到這個警務處副處長以後 就轉了去做保安局副局長 接著就保安局局長 現在就說做政務司司長 其實他沒有其他的公共行政 或者制定政策的經驗 是沒有的 但是照樣找他 當然大陸就是偏好這些人 他的工作經驗 學歷資格 文化水平 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上面認為他可靠 他的執行力夠強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是這樣了 試問 你說找他去解決房屋問題 他解不解決得好呢 他會用一個什麼的方法去解決呢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的一屆行政長官 就未必說CY的機會那麼大 因為CY現在主打就是這個房屋問題 但是找到這個李家超去做司長 其實都主力不是說這件事 主力就是說有關於國家安全的問題 現在由一個非AO系統出身的人 有一個傳統做開警察的人來擔任政務司司長 肯定就會令到有部分的AO調戲不太順 不服氣 在不服氣的時候 到底這些人還會不會繼續做下去呢 會不會令到那個AO的離職潮加劇呢 接下來我們看看離職數字就會知道 至於下一屆誰來做行政長官呢 有些人就說可能李家超就再上位了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的 我們可以看看今天其實林鄭見記者的時候 他就是說漏了嘴的 有些說話是 有個記者就問到他 避免去政務司司長職務的張建宗 是不是代罪高揚呢 會不會再推舉 傳聞中他深水的人選 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上位呢 林鄭就說 對於離去的官員都是感謝的 不存在問責的意味 他又說 再有人事變動的機會不大 也都不可能到明年還要換班 他就說 暫時不能夠完全絕對說得準的 因為 有時候 他可能不是主動 他可能是被動 他說他可能是被動 他為什麼會說這句話呢 是不是暗示其實他的權力也是被架空了呢 當初 有些報道就說 聶德權有機會是做到這個政務司司長的 當初我看HK01的時候 我都傾向相信的 因為一來HK01的資料就相對準 二來就是 聶德權就是林鄭的嫡系馬房的人 現在竟然間就是由李家超去了做政務司司長 即是他的馬始終都上不到位 那 到底這個是不是反映到 其實他的權力都已經被架空了 實際的權力就去了政務司和保安局那裏呢 因為現在強調的就是以警政系統 以國安系統為主軸 要解決的就是國安問題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其實下一屆的行政長官可能由林鄭連任都不出奇 因為他的權力都被架空了 他只不過是做一個台面的傀儡 再由一個這樣的人去做都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在香港人的角度來說 哪個做都是一樣的 老實說 由這個做那個做 有些人還說得好像很大區別 沒有什麼大區別的 都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拿這個問題出來 叫做討論一下的時候 我覺得林鄭不是說沒有機會連任的 因為反正他也可能接受了他被架空這個事實 而在整個問責班子裏面 最重要的一個職務 當然是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下面最重要的就是政務司 他就等於古時的丞相一樣 他就統領九個政策局 其他兩個司是差一點的 人工也低一點的 從人工也能反映出來 好嗎?不要聽 林鄭之後最高人工的 現在就是李家超司長 這樣 所以如果已經定了 以鬥爭作為基調的話 基本上下一屆 哪一個做行政長官 其實都走不出這個路線了 好啊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